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 拉拉筋 做几次深呼吸 如果你问周遭的朋友 他们人生最想要的是什么 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 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 我希望找到一个爱我 然后我也爱的人 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 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 他要积累庞大的财富 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生目标 但是呢 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 大家都在寻找快乐 因为你真的了解 内心 它的活动的方式 你就会知道 终极而言 那个心它并不是为了要赚钱而赚钱 它不是为了要谈恋爱而谈恋爱 它不是为了要功成名就而功成名就 它之所以要那些东西的原因 是因为在它认知里面 那些东西会带给它快乐 所以最终而言 我们要的都是快乐 古代很多禅修的人 他们一方面认知到了 快乐对于人性的重要性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发现到快乐跟执着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什么叫执着呢 一个解释的方法 就是当你对快乐在乎 当你为了快乐而积极盈盈 当你为了快乐而有得失心 当你辛苦的想要去复制 想要去追求快乐 这个都可以把它解释为是执着 佛教的传统里面 他也是有好一部分的人 他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对于快乐是抱着一种戒慎恐惧的心理 他是觉得快乐是危险的 尤其在当今的南传佛教的风气里面 隐隐约带着一种 如果你看起来快快乐乐的 那么很有可能你这个人的修行不太认真 那些被认为特别有高禅定成就的缅甸大使们 你如果看他们的照片 他们一定是不苟言笑的 因为好像露出了笑容 或者是露出了他们在享受着人生的那个状态 就被人家理解 我会说这些人是还没有脱离开执着的 南传佛教的论典里面 他也很多地方在传达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举例来讲清静道论里面 他讲到最快捷最直接聊当的修行方法 叫做干慧道 干就是那个干净的干 慧就是智慧的慧 干慧道顾名思义 就是他要你只是不断地修内观 你对于所有的喜乐的问题 最好是不问不 最好是完全的置之不理 全心全意的 只留意着无常 苦 无我的问题 但是佛陀的教育 苦 无常 无我 脱离开了快乐的议题 他们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佛陀他是为了快乐的议题而讨论 无常 无常苦我的 他不是为了形容宇宙的实相而讨论 无常苦我的 他是为了因为 无常苦我 他跟我们的快乐息息相关 所以讨论无常苦我 甚至可以讲说 佛陀佛陀他对于快乐是如此的重视 你大可赤裸裸的对你自己跟对世界宣布 我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 佛陀也不会觉得说 那是一个不对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宣说 有问题的不是快乐 有问题的是 你追求快乐的方法 你享受快乐的方法 你选择的快乐的模式 这些是有可能有问题的 但快乐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更大胆一点的讲 为什么我们都在寻求快乐 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面 在我们的心底的深处 我们都晓得 当前这个无取运 这种执着自我的模式 它是病态的 它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渴望着 我们在怀念着 那个内心本居的自由 那因为愚痴的关系 我们以为 我们可以在世间的这些追逐里面 在名利的追逐里面 在情欲的追逐里面 在自我感的架构上面 我们可以获得那个 我们一直想要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 这个世间追逐 所获得的这些快乐 它只不过是那个 你内心本质快乐的一个 影子吧 它只是一个依稀的 一个影子 它不是那个真的东西 所以以佛法的角度 以解脱道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想要在现象里面 寻找快乐 你想要在这个轮回的状况 当中寻找快乐 那是注定失败的 这里面是没有一样的东西 它能给你 你真的要的 让你那个 你一旦尝受到了之后 你就止息了 你就啊 太好了 我再也没有所求了 这个就是了 我已经满足了 我再也不会饥饿了 这世界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 佛陀他的教育里面 他并不否定快乐 他不断地在探索着 什么是高品质的快乐 什么样的快乐 你受用了之后 甚至会帮助你解脱 他是成就你的修行 那我们要怎么辨识呢 我们要怎么样地去分别呢 什么样的快乐是好的 什么样的快乐是你受用了之后 你会更加快速地 随顺解脱 会更贴近解脱 会帮助你更明白 内心的本质 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分别的方法 就是 你眼前的这种 受用快乐的方式 它也没有带着 平安的因子 它会不会通达到 更多的平安 简单地说 如果你眼前 你所受用的快乐 你的寻乐的模式 它不会增加你的平安 或者甚至是 它会破坏你的平安 它会破坏你眼前的平安 它会破坏你接下来的平安 那么那就 不是正确的快乐 那就不是会通达解脱的快乐 那就是有问题的快乐 所以关键在于 平安 我们透过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 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假设你是一个 抢劫银行的大盗 你已经成功地偷盗到了一个 巨大的金钱财富 这应该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吧 那么多的钱 你可以去满足你那么多的影头 你可以去中欲 你可以去追求那些你以前想象 然后但是一直得不到的那些欲乐 可是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抢匪 他真的可以享受得了那个财富吗 我估计这个抢匪大概绝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在担心着什么时候被抓 警察他知道了什么讯息 人家有没有开始在怀疑我了 我这个钱要怎么样的隐藏起来 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忽然之间有钱了 这些抢匪们往往在重欲 在看起来好像在享受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什么 他在转移内心的恐惧感 在转移他内心的担忧 那样子怎么可能是真的快乐呢 世间的快乐他往往都是这个样子 他是有着一个很迅力的一个外表 他伴随着一个很强烈的刺激 所以你一旦尝到了像是浴滩他的甜头 被人家关注的滋味 被人家尊敬的滋味 人家对你温柔的滋味 那种能够控制别人 主宰别人 人家听你的话服从你的快感等等 那感觉是很舒服的 但是如果那样的感觉 他的底层他没有平安 然后他的这个浪潮退掉了之后 他不是把你引领到更深邃的平安 那么那都是假的 那个稍微有一点点智慧的禅修者 他都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这个不叫做快乐 这个是愚人 就是愚笨的人 他们误以为是快乐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看一看 为什么佛法他强调品德 他强调戒律 他强调慈悲喜舍 为什么 这些通通都是跟平安有关联的 当你愿意执守着戒律 当你愿意以品德 来开发你的自身 来遵守一些基本的自律的原则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束缚 但实际上 他在帮助你种植下平安的种子 因为如果你的生活的方式 它是建立在会害人的 会伤害别人的 这个前提上面的话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安心的 不管你现在你的人生 经历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你有什么样的挑战 假设说你现在是别人伤害你 假设说现在 你是大自然灾难的受害者 其实这个都是值得庆幸的 为什么呢 因为被人家伤害 那个痛苦完全比不上 那个你害过人家 你伤害过人家 那个内心的那种不安感 内心的那种懊恼 这是全然不可悲逼你的 所以如果你眼前 你遇到的困难 来自于因为你是个受害者 就是坏人占你的便宜 因为别人欺负你 你最起码 你都有一个值得 在心里面 由衷地庆祝的事实 那就是 起码我眼前的困顿 它不是我家属于别人 这种知道 我正在纪律着自己 让我不会成为一个伤害 这个世间的工具 伤害世间的力量 那是一个平安的 一个基本的因子 同样的 佛法它的慈心 最基本的定义 并不是 要你去服务众生 要你去发菩提心 佛法对于慈心的 最基本的定义就是 无害 无会 对别人是没有敌意的 对于 所有的生命 你是没有抱着那种 我要怎么占你便宜 我要怎么利用你 我要怎么样 把你当成工具一样 把你的用处压榨干了 所以能够为我所用 我们再以 所谓的灵野想 来做这个说明 你可能还记得灵野想 灵野想就是 透过享受大自然 森林 野外 它的美丽 它的清幽 作为一种禅修的工具 什么样的灵野想 它是善巧的 它是有用的 假如说你的灵野想 你这种享受大自然 的修行的方式 它好大的一个部分 是取决于 你们家附近的公园 够不够漂亮 你是不是住在 黄石公园附近 你是不是能够一天到晚 开车到游圣美地 去露营 这样的灵野想 是很粗糙的 它是不够细致的 相反的 如果你的灵野想 它并不是那么大的程度 必须要取决于 你散步的这个公园 它是多么的美丽 多么动人的 多么脱视的 多么世外桃源的 那样子的美丽 你的灵野想 是来自于 你在这样的一个 清幽的环境里面 你能不能够 离忧 你能够无忧 你能不能够 品味着脱离开 喧闹的简单 你能不能够 从那个平常 那种不断地 在算计的状况 然后变成是一个 比较单纯 的状况 所以 善巧的灵野想 它的底层 它最重要的因子 还不是那个 旁边有没有树啊 旁边有没有 河流啊 有没有湖泊啊 它因为最重要的因子是 灵野想 有没有在帮助你 导向平安 你可以看 那个通达到 禅纳的 各种的不同的技巧 它都有共通的 这样的因子 像是 你可以透过感恩的心 来进入禅纳 那个感恩的心里面 大概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 当你是 由衷的 感恩 的时候 那个里面 有一种 安定你心神 的作用 那个感觉 里面 有一个部分 很像是 知足的感觉 哎呀 我真是幸运 所以 在当前的你 不会像是 你平常的 那个状况一样 老是觉得 当下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迫不及待的 要跑到哪个地方去 你用力的 要摆脱 现在这个状况 你急急躁躁的 要冲往下一个目标 那那个就是 欲的特质 就是这样 欲望的特质 就是这样子 它里面是 不跟感恩相应的 它是不跟 知足相应的 当你眼前 你在禅修 你不管你使用的是 我们所介绍 哪一种方法 你可以这样子 检查一下 首先 你必须要有一个认知 那就是 真正佛陀 他所教的禅那 他一定是 包括了如何 好好地喂食你自己 好好地喂饱你自己 他不是一个蛮干 他不是一种 干巴巴的一个状态 他不是一种 让你不断地观五常 所以你变得 越来越 干巴巴 越来越 没有乐趣 越来越不在乎乐趣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是 违背人心 如果说你 眼前的修行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 我所见过的 那么多 数量的禅修者 他们最后 这样的路是 走不下去的 或者是 继续走下去 会遇到瓶颈的 你必须要照顾你自己 你必须要 知道 什么叫做 对自己慈悲 对自己慈悲 最简单的定义 大概就是 提供给你自己 高品质的快乐 让你自己能够享受 高品质的快乐 这个叫做 对自己慈悲 然后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相信说 快乐它 不只是 可以是无害的 可以是不上道的 就是不会阻碍你的修行的 快乐它甚至是 帮助你修行的 但是你要懂得辨识 你要懂得检测 你如果你当前的心 有快乐的因子 你当前的受用的模式 你的活动的模式 它是有平安的因子在里面 而且它是导向 更长久的平安 更深邃的平安 那么严格的来讲 喜跟乐 它都不是什么关键的东西 它都是锦上添花了 如果你有平安的话 喜跟乐 它是很容易 在很细微的条件的改变之下 它就源源不绝 不断的涌现出来 你在没有平安的前提之下 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喜跟乐 那个感觉就是 虽然你人在天堂里 但是你不快乐 你不是真的在受用那个天堂的 就好像是那个 有好多钱的 抢劫银行的大道一样 你很多钱 但是那个钱 带不来满足心安稳定的感觉 然后相反的 如果你有平安的这个前提 你看看什么叫喜 什么叫乐 缠纳里面 它的这个提升的过程里面 你先透过喜 然后再到乐 然后再到通往平安的 像是贫舍 类似像这样的刑警 这样的特质 你从这样的角度来检验一下 喜跟乐 什么叫做喜 我们用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用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假设说实际上你 非常的富足 你在财富上面是很丰饶的 你绝对不会有受动挨饿的可能性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那么的有钱 你不知道 那个喜啊 不过就是 你忽然间你发现到 实际上我真的是那么有钱 我是那么的富饶 我是不会挨饿受动的 那个喜 不过就是你发现到这个事实 你就算你没有喜得的话 就算你不知道你是那么富饶的 你仍然是不会挨饿受动的 所以那个不会挨饿受动 那个就好像是平安一样 那个是最根本的 最基础的 这是确保你会不会受苦的因素 那个喜它只是锦上添花 当你想到提醒了你自己 或者忽然发现到 你是如此的富饶的时候 你对于你的未来的平安的状况 有一种庆幸 有一种确定 那个叫做喜 所以喜它是因为平安而喜 乐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乐你可以把它比喻为 当你发现到你不用 哀饿受动 你的身体 它所呈现出来的舒坦 它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那个就是乐 所以乐它也是立即于 平安的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禅修里面 这样子检查着 来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你可以检查什么呢 你可以先来检查你眼前 不管你不管你做的是雌性观 或者是活在一个虔诚 的心境里面 或者是活在一个知足的心境里面 或者是活在一个感恩的心境里面 我要去检查一下 我的这种受乐的方式 我的这个七星之所 它会不会妨碍到我的平安感 当你能够辨识到说 原来我的这种七星之所 它不建立在害人 它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它不会造成我接下来的负担 它不会因为我现在花了钱了 买这个快乐了 接下来我要付信用卡的费用 我要担起那个单子 你眼前的这种受乐方式 就算是那个明显的喜 明显的乐 它消退了之后 你会不会掉到一个失落的状况 掉到一个寂寞的状况 掉到一个匮乏的状况 还是这个喜跟乐 它的浪潮退了之后 它是把你运输到 它是把你引领到 更深的平安 你若你有平安的话 你要再点燃起喜跟乐的火焰 那是轻而易举的 那感觉是很容易的 佛陀他所教的平安 经典里面经常用 极灭这个字 经常用灭这个字 经常用一些 听起来好像是干巴巴的字眼 但实际上它要表述的 那个极灭 它不是一个 这种 纯粹负面的一个状态 它里面是有一种 满足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是平安的感觉 这个平安它不是只是说没有事情 没事情在发生的那个平安 它不是这样的这种无忌的 它是一种善的 它是一种很容易跟善法相应的平安 所以当你经常活在平安的状况当中 你如果遇到苦 你发现到你是如此容易的 就是以慈心面对苦 以悲心面对苦 以喜以舍 在面对苦 你看到这个世间值得赞叹 值得随喜的 马上就是乐 马上就是喜 你活在平安的世界里面 你留意一下你的身体 提供给你的触感 它很容易都是跟乐相应的 我们再继续检查 你眼前 你滋养你自己的方法 你七心之所 如果眼前 你有可能经验到的喜跟乐 它消退了的话 你会变得平级吗 你会变得寂寞吗 你会变得匮乏吗 还是是有可能喜跟乐 消退了之后 你体验到的是 更加舒畅 更加怅怀 更加宁静 更令人饱足的 另外一种东西 另外一种状况 你越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会越安心 原来我是不需要 依赖受孕的 原来我是不需要 要有快乐的存在 我才会快乐的 这个就是摄利佛 他所讲的那个秘密 涅槃 它是一个超越快乐的快乐 它是一个 你不需要依赖快乐的快乐 这个世间 那种受孕 呈现出来的快乐 它像波浪一样的 刺漆 比辅 它有高 它就有低 你没有办法 无止境地延续它 然后如果你依赖着它 快乐伴随着 往往就是失望 往往就是失落 往往就是无聊 可是如果你依赖的 不是快乐 你依赖的是 更底层的那个平安 那么就不会有那个失落 不会有那个无聊 这一方面的问题 你甚至你会发现到 无聊的感觉 它并不是因为 你平安 没有事情 在产生无聊的 无聊 它是因为你不平安 所以你才会无聊 你不要以为无聊 是因为你 现在都没有事情 所以无聊会发生 无聊实际上是对于 眼前的这个状况 你在抵抗 你在不随顺平安 它所才产生出来的 然后你再看一看 你越知道如何去受用 平安 它是不是越帮助你了解 佛法那些最深刻的道理 像什么样深刻的道理 什么叫做欲望 欲望不正是平安的相反词吗 平安不正是 当你的欲望消退 当你的欲望饱足 当你不需要挣扎着 通往眼前的一个目标 那不就是平安吗 所以你受用平安的结果 是帮助你越看清楚 什么叫做欲望 帮助你越看清楚 为什么欲望是苦的 那这个苦它不是一个 哲学上面的立场 这个苦就是 那个平安它的消退 平安的瓦解 那个平安的消失 是一个这样具体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能够用最迫切的方法 在瞬间知道 我眼前我的心不安了 为什么心不安 因为欲望发生了 因为执着发生了 以这样的这个角度 来调整禅修 来看你内在的对话 你内在你起的念头 这些念头 它会帮助你更平安 那些会破坏你的平安的 那些做法 那些想法 抛弃他们吧 做一个 真的对自己慈悲的人 不断地供养自己 那个高品质的快乐 高品质的受用 让自己长时间的 享受着 这种无害的 无忧的 知道说你会越来越好的 这样的受用的方式 不要被世间的 肤浅的快乐所欺骗 被肤浅的娱乐所欺骗 因为肤浅的娱乐 短时间是那么的迷人 那么强大的吸引力 可是它会破坏 你的长久的平安 那怎么可能会是值得的呢 你真的愿意做那个 有好几百万美金的 那个抢肥 一天到晚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担心着有可能被抓 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世俗的人就是这样的状态 执着世间的快乐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你若你有和平的因子 平安的因子的话 你看看你所需要的 那个快乐 它是如此的不复杂 它是如此的简单 然后就算你眼前是不幸运的 你是遭遇困难的 你是遇到人生的挑战的 你都可以庆幸着 我没有出卖我的内在的平安 只要你没有出卖内在的平安 你没有牺牲掉 你长久的平安 世间的困难 都可以克服的 你有 这个最宝贵 灵魂里面最圣洁的 这个部分 你就不需要害怕 世间的困难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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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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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